美国在台协会新指12日启用 引发台湾民众的愤怒 示威者在街头挥舞五星红旗抗议 高喊蔡英文下台 强调台湾和大陆绝不能因为美国而兄弟分离 据中时电子报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内护新管于12日启用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建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美国国务院主管教育与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罗伊斯等人都现身落成典礼 逾百名台湾民众自发到附近举标语示威 高喊蔡英文下台 有示威者表示 台湾与大陆不能因美国而兄弟分离 中华统一促进党在新管前挂上五星红旗表达抗议 要求美国滚出台湾 发起示威的团体负责人表示 示威群众11日彻夜从屏东、高雄等地北上 就是要向蔡英文当局和美国政府表达诉求 她称美国是世界上的最大乱源 走到哪就乱到哪 而台湾和大陆绝不能因为美国而兄弟分离 台湾民众一定会大声表达 要蔡英文下台 中华统一促进党主席张安乐在现场说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 美国挑起两岸的战争 美国人会是唯一的受力者 受苦者是台湾民众 报道称 台北警方派出300多名警员到场维持秩序 架起铁为蓝 以前方的金葫芦未借将到场的独派 与同派两派人马隔开 针对美国务院负责教育文化事务的 祝清罗伊斯等出席美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出 新指落成一事一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强调 我们对有关报道表示严重关切 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耿爽说 必须指出 美方以任何借口派官员赴台活动 都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干涉中国内政 给中美关系造成消极影响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在台湾问题上 向中方所作承诺 纠正错误做法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同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